黑人其實在直籃可以說是呼風喚雨 因為它有一個聯盟 它是創辦人又是執行長又掛棟 市長這個聯盟叫做PLG聯盟 我們的直籃有兩大聯盟 一個叫PLG 另外一個叫做T1 這兩大聯盟其中有一個聯盟 就是黑人主導的 而背後的金主外傳是王家 對 不過現在市場上 因為這次的一個事件 有人開始想要抵制PLG 那現在大家預測 有一些比較內行的人說 未來可能PLG有三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就是黑人 他完全退出 死掉他所有的董事長執行長 然後賣掉股份 這是第一種結果 然後跟所有受害者道歉 第二個結果就是說他不賣 不賣 但是他也道歉了 那他也死掉所有的職務 就當陽春董事 就是沒人家 做陽春股東 第三個就是說 他說我都不賣 也不賣也不賣也不辭 也不賣也不辭 他要拚 這樣就好 這樣PLG都 那我乾脆就跟這個T1來要求 那我來換來你家 那這樣的話 你家PLG的那個傷害 這樣對PLG的傷害很大 就有了 你沒有照顧就沒有了 你不要趁你一個另外的就這樣 所以這一次 因為這個是事件 他引起了一個社會上 不管是演藝界跟體育界來講 是非常的轟重 所以姚慧珍前幾天 他不忍的 單獨突破 他說 我跟你說 陳建州就是因為 跟台宿王家的第二房 他的第二代跟第三代 關係回潛 二房就是王文陽那一房 對 王文陽 王文翔 那他最主要是跟王文翔 因為王文翔在美國 王文翔在台灣 王文翔又跟那個王桂雲 他們都在美國 所以他們這些人聽說 王桂雲他們希望 他們的第三代去經營球隊 因為他們錢有夠多 你不用賺錢 你就替我們以後 如果說我們王家有需要 替王家宣傳就好了 所以他們在這一次裡面 包括他的一個P聯盟來講 他所有的資本額7000萬 那大部分都是王文翔出的 那另外他裡面的執行長 那裡面的執行長叫 叫做陳信生 那陳信生是王桂雲的兒子 另外其他王雪紅 王雪玲 他們的兒子也都在球隊 王桂雲的兒子 王桂雲是二房的長女 對 所以我們比較熟悉是王文陽 所以王文陽 他是王文陽孫子就在外甥 對 所以那個陳信生叫王文陽 跟叫王文翔就叫阿股 所以阿股跟衛星 共同來領導這個球隊 因為他們都有那個興趣 他們是P聯盟的金主 也在P聯盟裡頭擔任董事 同時他們自己也有個球隊 他們自己也有個球隊 新北國王隊 據說新北國王隊還簽了林書豪的弟弟 那是林書豪他的一些好朋友他在講 他說在簽林書豪的弟弟林書偉的時候 那時候就市場上體育界說林書豪要回來 他如果回來台灣的話 他也會加入那個國王隊 真的假的 林書豪已經簽好了 八位七八簽了 你知道他就簽林書豪多麻煩你知道嗎 他們放棄兩個球員的名額 因為在一般來講 海選球員的時候一對一交換 用兩個跟你換一個 另外他還放棄2024年他的優先爭選權 把他放棄就為了要林書豪 為了要林書豪是因為更希望要到林書豪 但據說新北國王隊花了不少錢 從海外聘請厲害的教練來訓練球員 對 那其實在國王隊很多重要的戰役裡面 都可以看到王文祥跟他太太回來台灣 特別從美國回來台灣穿著球衣在旁邊加油 那王文祥有一次就講說 如果要混人丟堆 很簡單的 我就請美國最重量級的訓練師 叫做德魯漢倫 我請他年底回來台灣 那另外他的一個外甥叫陳信林在加碼 他說我跟你講我要請那個波斯頓 目前來講的當家球星 叫做傑森塔圖姆回來 另外也要請全美六大的 六人獎的一個球星很厲害的 叫做泰勒赫洛要請他回來 我們兩個沒句話說 衛星也說 說到這樣整個就消息就吵起來了 所以因為陳信森跟黑人的關係匪淺 所以聽說那時候在創辦 他們是共同的創辦人 也就是說有錢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大陸的錢都是王家二皇徒 P聯盟共同創辦人不是只有陳信森 還有很多矽谷台灣幫 對 矽谷台灣幫裡面 他最主要剛開始的一個整個主導 就是黑人的陳建州 那主要他就邀請矽谷的這些人回來 那我們來看比如說那個陳士郡 那陳士郡你看他過去來講 陳士郡這YouTube的一個共同的創辦人 他用他後來給那個骨溝買走了500億 你看他的身價就500億陳士郡 看這現在拿一個藍杉的出來就不定了 那林士郡也是一樣300億 總之亞馬遜買的 買的整個平台 另外我們看這個黃宗凱 還有另外他們的話 其實每一個人身價都十幾億 陳信心就是HTC 那時候的一個去中心化的一個執行長 當然HTC他們自己的公司 他們家的嘛 對 洪啟中也是一樣 他曾經在矽谷創造第一個 那時候還沒有社交平台的時候 就第一個交友平台 所以這一些人聽說 在矽谷裡面叫做新台灣幫第二代 他們在矽谷裡面發光發熱 他們的平均年齡40歲以下 而且他們不是工程師 他們也不會替你們這一些大工廠代工 他們賣的是腦袋 賣的是創意 所以這些創意賣出去加起來 加價總統已經超過1000億台幣了 那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我們來講林士兵 那林士兵來講 他有一個社區的一個平台叫Twitch 那Twitch就是抽搐了 我們就把它換成抽搐 因為他是電玩的愛好者 那時候所有的創投都還不曉得 你玩電玩的小孩子一定是壞學生 我們記不記得以前爸爸媽媽 第一個概念就這樣子 你都不打出給你玩電玩 那他是一個愛好者 所以他就創立一個電競平台 你看有一次在馬來西亞那個電競平台 現場示範一個人 恐怖啊 雅馬遜看到 快點快點 自己買 10億美金就買了 所以真的很了不起 第二個我們來看這個像洪啟中來講 推特那時候的一個同時期的一個創辦人之一 後來Google把它買500億嘛 所以你看他們這一些人 都是說美金百億的不是代表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黑人的世界 讓整個PLG以及台灣的直男 因為這樣受傷那就真的不划算了 難怪現在各界都呼籲說 黑人你趕快把執行長的這個職位給辭了吧 你為什麼沒了 你為什麼沒了 我為什麼沒了 跟黑人說 其實會不會 拍摔 真的嗎 應該不會